三分球的起源是从美国的一个小联赛开始的 ABA联盟为了扩大影响力也引入了三分线 NBA和ABA合并后也加入了三分球规则 直到80年代 FIFA也引入了三分球 自此三分球走向世界 但同时也就在那几年 中国篮球开发出了四分球规则 哈林篮球队在2010年划出了四分线 也就是在比三分线更远的位置划出的一道线 在这个位置后面投出的球都算四分 诶 但是咱们的这个四分和他们的不一样 早在三十多年前 四分球这个概念已经在我们这里 走完了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 只不过线还是原来的三分线 但是在三分线外投中四次三分后 从第五次开始 投中一次算四分 事情要从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开始说起 中国南篮在循环赛以全胜战绩闯入决赛 决赛的对手是东道主韩国队 在比赛中韩国队一直压着中国队打 全场比赛还剩下四分钟时 场上比分为58比69 中国队落后对手11分 这时主教练前程海交了暂停 并换上张勇军 上场后他穿插跑动 干拔掉头 连续命中四个三分球 最终77比74逆转韩国 赢得了这届亚运会冠军 同时这艇歪霸子机枪在亚洲名声大涨 三分球令人敬畏 而且他也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 场均砍下20分 排名得分榜第四 他是胡卫东之前中文南篮的三分神射手 也就是此时开始 大家都发现了远投是多么的重要 于是为了鼓励各队积极培养神头手啊 国家体委就修改了规则 其实三分线距离还是没变 但是在三分线上出手 算四分 这种类似的改变规则 其实后来在CBA中也经常有出现 比如各队每场比赛中 必须选择其中一截 采用全场紧逼防守之类 1987年国内体育科研期刊第一期中 还有一篇关于四分球的研究报告 作者之下远访 文中详细阐述了四分球实行的好处 还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之前提到的张勇军的案例 还有一个是市井赛苏联和兰斯拉夫的比赛案例 具体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四分四分 你比三分多一分 在四分球规则的引导下 各地方队和青年队纷纷化身三分大队 而不是四分大队 而远头不中之后 又掀起了转换进攻的浪潮 小快龄打法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比赛节奏和攻防转换频率大大增加 据统计 在第二届篮鞋杯男子篮球赛中 成年队三分线外的出手得分 占了全场得分的近三分之一 场均发动快攻19次 利用快攻得到30分 也占了全场得分的三分之一 各支队伍的三分命中率达到了36.5% 其中辽宁队更是突破了42% 他们当时场均可以拿到112分 要知道当时的比赛还是40分钟一场的 其中得分最高的一场 砍了154分 但无法避免一个问题 就是球员在场上来回不停的奔跑 体力消耗巨大 场均失误率也是很高 大量的三分和转换 拦下与射手的配合 比赛节奏扎快 被三分射手扩大了防守面积 像不像如今NBA的小球时代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 那时候的打法如今被叫做小球 而且咱们在30多年前就开始尝试 不得不赞叹前辈们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啊 此时国内大批三分射手开始涌现 各支专业队的三分命中率 普遍上升到了40% 快节奏重三分的打法 也符合当时小快林的整体风格 精准的远射还能拉开对手的防线 给内线进攻创造机会 当时最受益的当属中国女篮了 郑海峡那一带的一星四射打法 为中国女篮拿到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亚军 黄金一带也是外线射手众多 的确是打出了成绩 随着四分球规则的实施 不少人也看出了其中的缺点 1988年第一期科员体育研究期刊 作者戴朗曾的一篇文章就指出 为了一位追求四分 就算是在篮下进攻中稳拿两分的球 球员也不会去投 而选择传到外线要四分 因为一个四分球相当于两次内线进攻 而国际比赛中是没有四分球的 这显然对国际比赛是不利的 1988年的第七期辽宁体育期刊 作者刘远静也在文章中指出 四分球对于青少年篮球比赛更加不利 孩子身体还未发育成形 基础并不扎实 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 头两节比赛必须全场紧逼的规则 导致比赛失误率极高 攻防节奏混乱 小球员疲惫不堪 并且四分球命中率非常低 球员没有掩护 没有防守 疲于奔跑 其实当初制定这个规则的目的 也是为了培养三分射手 发扬小快灵的球风 后来在1995年CBA元年开始 这个规则具体实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 根据我的推测 开始的时间是1987年 结束时间大约是1994年或者是95年 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WCBA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规则 联赛创立之初 为了鼓励球员进攻 从规定每队从比赛末节的 第四个三分球开始 每多投进一个三分球 便算作四分球 同时为了增加球员的拼抢积极性 还有一个规则 就是两队队员必须在比赛第一节 实行全场紧闭战术 全场紧闭防守时 从第三次起 前场断球后 进攻的得分增加一分 也就是说 不管你投的是两分还是三分 都额外增加一分 上述几项规则 都是到了2004年才取消 并与国际接轨 2010年的CBA全国青年篮球联赛 这届比赛也引进了四分球规则 在比赛场地上 划有两道远头线 一道是CBA联赛中正场的三分线 外面的一道则是NBA的三分线 在里面这条线上投中的得三分 而在外面那条线以外 投中的则是四分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 鼓励青年球员 加强外线远头能力 为了配奖三分射手 我们在篮球职业化的道路上 做了各种尝试 四分球带来了打法上的革新 也短暂引领了 本组版的小球时代 那么这个规则的改动 对于中国篮球 是否有所推动呢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写在评论区 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 还希望您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